恋爱的时候对方的缺点也是优点 结婚之后对方曾经的优点就变成了缺点 最好的婚姻状态是把婚姻当成恋爱过 是让你们多看看对方的优点 可是大多数的人都理解错了 他们把婚姻当成恋爱捉 于是两个人越捉越远 直到善火 恋爱的时候捉会让对方越来越不珍惜对方 也会让对方为你紧张 可是结婚后感情再好的夫妻 捉的自作多了就应了那句 不作死就不会死的真理 夫妻之间在相爱也要有和谐的相处之道 爱情是婚姻的基础 但是相互理解和包容才能长久 能够相识相爱是一种缘分 两个人相爱是多么不容易 在一起就该好好过好好珍惜 可有一些人就是作死 非得要挑战两人之间的感情 尤其是女人 一旦开始恋爱就开始变得知情 情侣之间不管有多么爱爱 但也要把握一个度 这作死的六件事情千万不能做 否则后悔一辈子 两个人相爱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在一起就好好过好好珍惜 很多热恋中的情侣 一旦开始恋爱就开始矫情 尤其是女人 但是对方在爱你 可能也经不起你这么多 情侣之间恩爱是一件好事 但也不能凭借恩爱感情而事无忌惮 可是有一些人就是作死 非得要挑战你们之间的感情 情侣之间不管有多恩爱 也要把握一个度 这捉死的八件事千万不能做 不捉就不会死 事实如此 很多结婚以后的男女 依然延续了恋爱中的作风 用来测试对方还爱不爱自己 但是结果往往跟预想的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婚姻不是恋爱 恋爱是风花雪月 小情侣偶尔捉一下 对方在意 你开心 但婚姻是财米油盐 夫妻之间坐一下 只能捉死感情 捉没婚姻 第一件事经常玩冷战 有些情侣冷战的时间还很久 或许你冷着冷着 就出现了另一个人对他热了 吵架玩冷战 谁都不理谁 那你们也就黄了 第二件事 冷了就黄了 异地恋还学人家玩冷战 第三件事用谎言测试考验对方 第四件事 私自替对方做了很多重要决定 又为你好的名义 第五件事 信息不回 电话不接 莫名其妙玩失踪 长时间的偶尔一次的不算 用小号测试另一半的忠诚度 或者让闺蜜去勾引男朋友 让兄弟去追自己的女朋友 这种事情千万别做 你不知道闺蜜是不是喜欢上了你的男朋友 也不知道你兄弟是不是想不好你女朋友 第七件事 打着大姨妈的名义乱发脾气 偶尔一两次 他可能会忍 但是长期下去 他会觉得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女人来大姨妈 所有女人都这样 怎么救你矫情 第八件事 翻旧账 翻对方的情死也死 男人打听女人的前男友 会让女人再度想起前男友的好 可能翻着翻着你就绿了 女人翻旧账的功力可谓是强大 没有几个男人能做得了 白天 感谢观看